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言大522 言大522誰決定呢 一個嗎 開英文 而且他講的我真的 這一點我是聽不懂的 他說現任優先人 如果現任優先人的話 那葉宜盡為什麼 為什麼就演諾賢 你建議啊 對不對 你講國師的 演諾賢 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 代表說 他們沒有現任優先人 沒有保険 沒有保険 他可以現任優先人 其他不行 管 掌握權力的人 掌握權力的人 只有皇帝 現任優先 說老實話 現在的實力 可以這樣保自己 他要保立委 某些立委現任優先人 他還是說老實話 他也都要 這上次的 他可以做一些運作的 所以這第一個 第二個 上次認為提到說 我那時候就跟你講 因為我了解他才是 他也是 然後他選真的以後 他說他不會再犯 像蘇生山跟現任優先人 出選的錯誤 對不對 其實賴健德太 太不了解整個過程 沒有錯 蘇生山都可能不曉得 不了解 蘇生山跟現任出選的時候 那一天出選 蘇生山明將是很小 對 可是就在他登了那邊廣告 所以為了換成登了以後 常提胸 對不對 太多的變點 不能夠掩蓋 你犯見的事實 那一天 廣告出來以後 也多人反應 所以才逆過來 賴健德可能想說 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在明教英文 結果我去看 可是你弄錯了 這個 蔡英文不是憲政 對 蔡英文是掌權者 他可以玩所有的怎樣 遊戲規矩 包括必要的時候 黨的拳代位 黨的拳代位 可以否決 已經被提名的總統候選 所以賴健德 你讓你聽清楚 他在告訴你什麼訊息 但是我覺得 蔡英文這樣再這樣 他拘打下去 蔡英文的真面目 會讓你更多的團體 那說老實話 會比上市 蘇貞申界長領選舉以後 造成黨內的紛爭 還有極端的破壞 來得最嚴重 而且不要忘記這件事 蘇貞申語講 他後來選出的任務 就是 謝長領本來不是要找大方 阿扁他就辭聖 阿扁要謝長領 他一定要把蘇貞申報告 讓你打 他會不會去 現在的情況是 我安全的 晚上8點鐘 英文打拳可以一起打拳